共军首次献身欧洲 英国前陆军参谋总长再发三战警告 23条波及台湾铜锣湾书店 林荣基计划搬家 台湾内政部表示 中国没有宗教自由 不要落入统战陷阱 韩国政府让步 不吊销罢工医师执照 中国是最大买家 湖珀或成为俄罗斯经济助力 距离地球最近 热木星下玻璃雨 漂臭鸡蛋位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药文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三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的战争野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英国前陆军总参谋长桑德斯 在最新的专访中也发出了进一步的警告 桑德斯刚刚在6月份卸下陆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曾经表示可能再度爆发规模堪比二战的战争 时间不排除就在2030年以前 在《泰晤士报》8号刊登的专访当中 桑德斯再提出中告说 世界如今面临的是 自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危险的时刻 中俄、伊朗是新的轴心国 而且比二战轴心国更加的危险 因为中俄和伊朗更加互相依存 彼此之间也更协调一致 桑德斯说 多数评估显示 北约各国仅有约5到10年的时间可以准备 抢在俄罗斯重振国立之前做好准备 至于英国 桑德斯说 多年来削减国防之初 英国能承受的战争规模和强度都有限 空防、防御长程导弹的能力 及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的防御能力都需要加强 桑德斯担忧 全球冲突的早期阶段恐怕已经开始 美国前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上个月发出警告说 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用清洗军队来维持对权力的垄断 他对苏军的清洗持续到战争爆发 这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对于军队的大清洗是一致的 博明判断 习近平延续斯大林的做法 表明习近平实际上正在为战争做出准备 就在军界、政界及专家们持续地发出警告的同时 中共陆军第一次深入欧洲大陆 与白俄罗斯展开联合军事演习 事关重大引起关注 综合中共与白俄官方的相细 共军第80集团军的一个特战旅 已经抵达白俄罗斯布列斯特市 估计有50人左右 参与7月8日到19日举行的雄鹰突击2024陆军联合演习 这是第一次有中共正规军现身白俄罗斯 波兰国际政治分析师伯古斯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俄联盟越来越有侵略性 普京访问北京的盟友朝鲜 现在北京又支持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 这也应该让人们意识到 普京访问平长 从一开始就与习近平协调一致 而且中共和白俄这次军演的时机 似乎与华盛顿的北约峰会遥相对应 乌克兰工程师奥斯塔普丘克 在俄乌战争中成功地开发了一款名为 密宽的无人地面运载工具 奥斯塔普丘克很关注中共与白俄的联合军演 他认为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结果很感兴趣 目前处于观望的状态 中方的主要目标是台湾 奥斯塔普丘克分析说 北京会根据俄乌战争的结果来判断台海局势 如果乌克兰输了 他就会攻击台湾 香港铜锣湾书店2020年在台湾重启 店里的书大部分以政治与历史为主 受基本法23条的影响 来自香港的客人大幅减少 不过老板林荣基说 虽然生意惨淡 准备换更小的店面 可是书店是许多人的重要交流据点 他还是会继续经营下去 自由亚洲7月9日报道 林荣基两年前罹患肺腺癌 身体容易疲累 近期书店店铺综约到期 林荣基说 一度考虑要不要再做下去 后来朋友说 我应该做下去 后来想想 哪怕是赔本 还是可以撑一到两年都没有问题 所以现在搬家的话是可以做下去 林荣基说 在台北开店4年多来 顾客大多是香港人 23条落地香港以后 来自香港的读者 明显受到了冲击 让书店的经营几乎是雪崩式下滑 现在一天只能卖两三本书 他告诉自由亚洲 过去他们来过台湾 挑一些香港不能出的书 比方研究香港问题的书籍 现在都跑台湾来出版 很多来台湾旅游的香港人 会买些书带回香港 23条里 分裂国家法这个罪名 对香港人影响比较大 我们书店这块受到影响蛮大的 正在书店里买书的香港人刘先生说 现在在香港二手书店仍然能买到旧书 但是很难看到新出版的政治类书籍 林荣基分析 为何香港人会恐惧 是因为过去香港的法庭至少还有公益 因此才有法治 这是对政府权力的制衡 社会才能够稳定 但是现在香港不讲理 说你违法就是违法 所以很多人才会选择离开香港 虽然生意不好 但是李荣基说 很多朋友到台湾会约到书店里聊天 书店对台湾也有好处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要好好保护下去 搞书店也是一种推动 因此他打算将书店搬到台北市古亭区 店面小一半 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租金 林荣基还幽默地表示 生意不好 多一点时间读书也不坏 台湾朝野越来越关注中共统战议题 7月9日 国民党与多个宗教公庙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 民进党政府污蔑两岸宗教交流 乱扣统战帽子 台湾内政部随后回应说 中国根本没有宗教自由 中国的宗教事务局就归中共统战部管辖 民进党中国事务部6月中旬举办座谈会 聚焦中共统战和干涉台湾选举 与会的学者提出资料指出 中共将妈祖公庙 里长等作为统战的目标 也确实产生了效果 影响民众的投票 国民党因此联合台湾的宗教团体 举行记者会对台湾政府提出质疑 内政部反驳说 在中国宗教归中共统战部 国家宗教事务局管辖 根本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 及宗教人权 台湾人到中国进行宗教交流 应该注意个人资料及人身安全 内政部指出 按现行的两岸政策 台湾的宗教团体邀请中国宗教人士来台交流 中方要提供宗教方面的证明 并且要填报是否在中共政府 有党政军职务 只要依法申请 台湾政府不会限制宗教交流 内政部强调 台湾是民主开放 宗教自由多元的国家 但是绝不允许中共 假接宗教民意进行统战 甚至借办居住证 搜集个人资料 侵害台湾人的隐私及人身自由 韩国政府日前决定 不吊销罢工实习医生的执照 为结束医疗界罢工做出让步 据韩联社等媒体的报道 韩国保健福祉部长曹归宏 7月8日在记者会上宣布 政府决定 不论罢工医师是否已经复工 都不会吊销他们的医师执照 曹归宏表示 因为解决当前的医疗服务短缺问题 更为的急迫 韩国政府要求接收实习医生的医院 在本月15日之前处理医生的辞职申请 并且确定空缺的情况 曹归宏进一步的表示 对于已经返回岗位的医师 和已辞职并且准备在9月份重新报名 参加实习课程的人员 政府将制定特例 争取将实习空白降至最低 尽量不耽误实习人员取得专科医师执照 曹归宏指出 政府将建立一个不依赖实习医师 超时工作的永续医疗体系 他还在记者会上喊话 鼓励实习医生拿出勇气做决定 说政府将确保你们能够专心接受训练 为了抗疫韩国政府计划 在2025年扩招医学生 住院及实习医师从2月下旬起 启动各种罢工抗疫 连医学院的教授都有参与 形成了医症对立的局面 迫使大型的医院缩减门诊 甚至传出有医院急诊室 拒绝接受患者 尽管罢工医师仅占全国 10万名医师的一小部分 但是实习医师在医院扮演关键角色 急诊室 加护病房 手术室 尤其是需要实习医师之称 罢工抄本身也凸显了 韩国医疗人力紧缺的问题 琥珀既能被制成精美的珠宝食品 也可以被用来制作香水 同时也是民间的药材 土耳其媒体经期指出 琥珀可能成为俄罗斯经济的一大助力 全球可开采的琥珀有90%都在俄罗斯 中国则是俄罗斯琥珀的最大买家 土耳其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说 俄罗斯国有加里宁哥勒琥珀公司 是全球唯一大规模开采琥珀的企业 该公司首席地质学家科金指出 二战后 俄罗斯重启琥珀开采 由于琥珀的独特性和稀有性 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俄罗斯只能开发自己的开采方法 公司去年生产了630吨琥珀创下记录 公司部门负责人波尔霍蒙特说 加里宁哥勒的琥珀含有非常高浓度的琥珀酸 这是一种生物活性添加剂 有助于改善能量代谢 效率和排毒 加里宁哥勒的琥珀含有5%到7%的琥珀酸 而标准含量为1% 研究人员通过韦伯太空望远镜发现 距离地球最近的一颗热木星 空气中竟然飘散着臭鸡蛋的味道 这颗系外行星名叫HD189733B 在2005年被首次发现 距离地球仅64光年 这颗热木星以气候极端恶劣而闻名 温度高达摄氏927度 刮时速8046公里的横向强风 还会降下致命的玻璃雨 现在科学家又有新的发现 7月8号发表在《自然》期刊的论文指出 研究人员在这颗热木星的大气层 发现了微量的硫化氢 硫化氢会释放出强烈的硫磺恶臭 过去从来没有在太阳系以外 发现过这样的元素 论文主要作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天文物理学家傅光伟表示 硫是构建更复杂分子的重要元素 与碳、氮、氧和林孙岩一样 不过天文学家认为 这颗行星上不会存在生命 因为它太热了 但是在大气层发现了硫 可以为行星的形成提供线索 除了刘化氢之外 研究团队还在大气层中 发现了水、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 意味着这些分子可能在其他气态巨型星中很常见 此外HD189733B的重金属含量 与木星的重金属含量相似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